所以人的根性是平等 问题就是在教 古生先先懂得 从什么时候教呢 怀孕时候就开始教 这个道理 一直到现在 才被一些科学家发现 于是肯定 中国人聪明 中国人有智慧 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就懂得 胎儿怀孕在母亲肚子里头 就很聪明 母亲的思想 母亲的行为 直接影响它 所以中国鼓励 怀孕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 你的情绪 你的严想举止 会影响胎儿 一切不善的 决定不能做 不能想 你所想的都是好事 都是善事 你所说的都是好话 你所做的都是好的行为 这个小孩完全接受了 不要以为他无知 那你就错了 完全错了 小孩 小孩生下来 他睁开眼睛会看 他小耳朵会听 已经在模仿 已经在学习 所以这一千天 就是他的根 这个根一定不能砸好 从出生 到三岁 一千天 这一千天 得把他教好了 他一生 不会改变 古言语有一句话说 三岁看八十 三岁砸的根 八十岁不会变 他一生都不会改变 叫根深 这真正叫根 谁叫的 母亲叫的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误会 认为过去是封建时代 迷信时代 智慧没有开 不承认 祖宗留下这个东西 是好的 不是货了 都认为小孩三四岁 他不懂事 他晓得什么 完全错估计了